其實你這期都說股就一直都說得不是太淡的 這個星期有沒有希望 就是補上剛才那個二萬零七百點左右的裂口 那個裂口其實補不補 我覺得都沒有太大意義了 我經常覺得補裂口 整個裂口譬如三百點左右 你都補到二百五十點 剩下那五十點我們叫做厲害的 就是你不要那麼執著那五十點補不補 相反地你應該 就是現在這一刻你想就是有沒有條件突破五十點 有沒有條件打破一個浪低於浪的形態在這裏 短時間突然間由浪低於浪轉到行一個星浪 我覺得機會就真的不大 但是你走一個橫行區間 究竟那個橫行區間有多少 好像近期我們看到那個橫行區間不斷地向下擴闊 但是那個橫行區間頂部 到底是不是二萬二千五 就是那四月頭的高位就等於止步 這個也不敢肯定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問我看走勢上面 我最關注的是在月線圖上面 五月份 會不會連續三個月 其實都最終收到一條二百五十月線 就正正在這些水平了 二萬零六百幾點 六百零七百點左右這些位置 這個是我自己最關注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 當我們討論到月線圖的時候 不止期止結算的 你要說的是整個五月份 即是說過了期止結算 去到最後一個交易日 那個都是一個變數來的 就好像上個月一樣 在四月份過了期止結算那段時間 恆志都仍是先穿二百五十月線 你都以為失望的 最後一天四月三十號一個交易日上面 大升六百幾七百點 又想回到二百五十月線流上 這個二百五十月線 我自己看得到挺重要的 因為一直以來都沒有失守過 當一旦真的在月線圖上面 我們覺得這些陰月陰陽足上面 通常都要以軸身為主 即是下影線 單日試圈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連真正軸身都站不穩的時候 那就麻煩了 可能真的含有結構性推稅 記住我們今天聽到很多聲音 關於滯障的問題 滯障主要是在歐美市場上面 其實簡單一點就是經濟增長過熱 導致物價上升 之前貨幣政策失行了 出現一些滯障問題 加上邊緣局勢 即是地緣政治局勢 但你講到內地 新興市場上面 是一個典型的泡沫風險 你擔心經濟增長泡沫 所以你剛剛提及到LPL價 其實都出了很多權 剛剛有一權比較大力 即是內地由今年年初開始 都不斷有很多不同政策扶持 內房的減貸 即是貸款比率 貸款利率都減少下來 貨幣政策一系列的工具 財政政策上面很多 什麼下向什麼下向 很多消費刺激的政策 消費的政策 刺激的政策出來了 另一方面監管方面 他都不敢再大大聲聲說 青少年沒有打機了 即是說遊戲版號都出來了 監管的措施才是變緊 但是當然這些措施 出來了你就不是想著它 出來了沒事一下子望回到25,000 25,000、26,000 這麼快的這個位置 但是指數開始走足底反彈的可能性 其實是有的 如果你看RSI 恆指雖然在5月份再創回 3月反彈以來的低位 但是其實RSI是走一個底背池的 這些就是回穩訊號 所以OK的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很短線的話 你就看50天線這些位置 作為一個參考的位置 不穿50天線 讓我們淡一點 先不要賣東西 沒有理由這些水平才去追 這個是是的 但是如果穿50天線 你就純粹去追 駁它上到21,500 至22,000 這些位置先 這個是短刷策略來的 我們就覺得五花算 很多人做短刷 會有怕無緣無故會坐很久 即是無緣無故要坐蟹貨 無緣無故要videmment數很久 但是我的角度就是 其實你在20000個以下 開始去打敗莹場 再補署 整體的直撥率會比短線更開心 相反你的短市 現在的市佣相上落落 你 Francisvelart twelve 可以使用太含鬆格的股份 大約很易是引你去買 然後又開洗 所以我覺得暫時此以我 場景色文化策略有 我不建議做得太短線 而短線三 Talks 參考位置就是50天線 20900天線這些位置 可 implement 好多了